马达哥不好了 什么事 有鬼使我让人砍掉一只 那我只有得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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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梅 你 家梅你怎么了 我 我不活了我 哎 哎 怎么了 哎 你别拦我 你放手啊 你 别拦我 别拦我 家梅 家梅 到底怎么了 是谁欺负你了吗 是镇东邦的人 什么 镇东邦的人 他们怎么欺负你的 我 我本来上街去买几块布料 回来给你做衣服 可 可谁知道碰到镇东邦的人 他们感觉我是个弱女子 就当中 当中费力了我 什么 欺负人居然欺负在我们白家头上来了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 我听他们叫他什么 游大哥 游贵这个王八蛋 看我今天不收拾他 哎 小蝶 小蝶 你不能去 不能去 为什么 我 我看他们好几个人 你去了去了会吃亏的 小蝶 好几个人 他们到我们白家就没人了吗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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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审计面馆呢 螃蟹一呀 抓拔个儿啊 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儿啊 第二六个呀 七个 巧啊 螃蟹一呀 抓拔个儿啊 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儿啊 千个巧啊 千个巧啊 谁叫永贵给我出来 八匹 进来 进来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螃蟹一呀 抓拔个儿 没事的人都给我出去 这么大的个儿啊 千个巧啊 八六八呀 魁无首啊 千个巧啊 喝 难道你们这奴帮的人 都是缩头乌龟 敢干不敢站出来吗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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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把他给我拉出来 出来 出来 别别别 别别别 你以为你仗着马永贞 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 胡作非为吗 白小姐 我 我我真没有胡作非为我 大白天的就敢非礼人家 这还不叫胡作非为吗 非 非 不不不 白小姐 真没有的事 我不可能非礼啊 你这记性忘得可真快啊 你知不知道你非礼的是谁 你非礼的是我们白家的人 是我爹白老大的女人 白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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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误会 这真的是个误会 误会 这真的误会 我看你去死都不承认 说 不是 别动 是哪只手非礼的人家 给我站住来 没有啊 真没有啊 饶了我吧 白小姐 饶了我啊 你以为我们白家的便宜是白占的吗 说 哪只手 是这只吗 不不不不 不是这只 不是这只手 是这只 不不不 也不是这只 也不是这只 不是啊 白小姐 白小姐 马大哥 马大哥不好了 马大哥不好了 什么事 有鬼手让人砍掉一只 医生 我的手 是 是 是 真的 这 这 这 我 是伤了啊 啊 医生 一 一 一 有鬼 有鬼 他 是 冤枉的 我 是 到底怎么回事 马大哥 我们正在跟游贵大哥吃饭 突然白小蝶带着一帮人闯了进来 非说游贵大哥 非礼了白莱莉的女人 结果就把他手给剁了 白莱莉的女人 有鬼 你老实告诉我 到底有没有做过 冤枉 我不认识那个女人 我有何往啊 真的是冤枉的 马大哥 我们可以对天发誓 是啊 马大哥 真的是冤枉的 我们可以对天发誓 马大哥 要报仇 要替我报仇 好了 有鬼 你暗讯在这儿养伤 我现在就去找白莱莉 给你讨一个公道 永珍 永珍 有鬼是我的好兄弟 这件事 我一定要去讨回一个公道 永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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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闭嘴 老大 还是先找到小姐再说吧 老大 还是我去吧 去 去 找到人 马上让她回来见我 是 老大 你给我闭嘴 走 走 站上吧 站上 马永珍 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白莱莉的 我老大好像没有请你过来 罗战 我不想跟你动手 我说过 我来找白莱莉的 我也说过 我老大没有请你过来 那我只有得罪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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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马老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来找你的女儿 找我女儿 不知道小女如何得罪了马老板 让马老板如此动怒 擅闯我白假 你的女儿砍了我兄弟游贵的手 过来是问一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要是该砍的话 我马永珍一句话不说就回去 要不然 怎么样 谁要了我兄弟的手 我就要了他的手 可是现在我的女儿还没回来 这个事情我也不太知情 如果我的女儿回来 我会问问她 问清楚了 我定当到马老板府上 亲自给你一个交代 好 我给你一天时间 明天中午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要不然 我亲自去找白小姐讨个说法 送客 这么急急忙忙的要去哪儿啊 去找你啊 找我 好 这么好啊 你还笑得出来 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我闯什么祸了 好 还没看见 来 行 来 您的面 你干什么 吃不吃这些菜不好吃啊 要不我们换一家好了 坐下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闯了多大的祸啊 马永珍现在到处在找你 他找我又怎么样 难道我怕他不成啊 你没看到他的样子 和眼神 什么眼神 什么样子啊 人家马永珍最讲义气了 你把游贵的手剁了 难道他会放过你吗 他不放过我 我还不放过他呢 他以为他是谁啊 他以为他仗了那个段大帅 就可以在上海滩 称王称霸了吗 我白小爹 拼不把他放在眼里 你剁人家手 也得有个理由吧 那个叫游贵的 他光天化日之下非礼家美 难道这还不是理由吗 家美假的你就信吗 游贵可不是这样说的 那你听到的是什么样子 人家游贵和那些兄弟说 根本就不知道 家美长什么样子 连剑都没见过 那是他们不想承认 小爹 我求你能不能 不要这个样子 你脾气可不可以改一改 你再这样下去 我告诉你 迟早吃亏 我吃亏那也是我自己的事 你要是看不惯 那你就别看 你去哪儿 小爹 你 没良心的东西 总是帮别人说话 从来都不帮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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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帮我 我把你放了 你还没用 我要说什么 你还没用 我可以说 你怎么这么个人 吃亏的 蛋糕 就莹多蜡 真的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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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很久没有遇上像你这样的对手了 所以 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 十道 ünf 有 十道 很属 十道 十道 五頓 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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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道 爹 季生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 刚刚路过这里 本来想上去找你的 但是我觉得太晚了 就没有上去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看到我了 我不是看到 是感觉到 我刚才在楼上 都已经要睡觉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心跳非常地快 所以我想应该就在这里 于是我就下来了 你也在这里 什么时候学的油嘴滑蛇了 我孙继生就是 油嘴滑蛇这个病治不好 怎么办 品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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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别说了 走吧 我娘在家里等着咱们呢 我这次来 是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什么地方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如今这上海滩 哪还有什么安全的地方 大娘 娘 冷翠 对 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听说了 只是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 怕是全上海的人 都已经知道了 你是段大帅的女儿 如果你还留在我们身边 留在镇东邦 其一 有损段大帅的声誉 其二 如果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怕是担待不起啊 娘 好 大娘 我知道 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是我不对 但是我段冷翠 可以对天发誓 我从没做过一件 对不起永贞的事情 至于我的身份 我是谁的女儿 一点都不重要 冷翠啊 你是个好姑娘 你为永贞和镇东邦 所做的事情 各位是用心良苦 我都看在眼里了 只是有些事情 不是你想象的 那么简单哪 大娘 啊 我也不知道 这就是你的房间啊 对啊 你打算要把我藏在这儿 我这可是全上海最安全的地方了 就是我爹 他也不会随便进来的 除非呢 是我请他 那你住哪儿 我 我当然也住在这里了 我当然也住在这里了 不然你让我住哪儿去啊 这个 都什么时候了 你脑子里还在想这些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好了好了 您呢就先在这里待着 我出去找我爹一趟 他刚进城 还有很多事情要安排一下 你就什么都不要想 哪儿都不许去知道吗 我知道 各位 我今天来 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的事 我端某 既然进驻了上海华界 总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 段大帅如今掌管华界 我们在座的 当然是欢迎 欢迎啊 是啊 是啊 白老板 我早有耳闻 是上海滩白家的老大 美市长啊 现在这样重要的会议 连帮派的人都可以参加了 段大帅误会了 白老板这次来 不是以白家老大的身份来的 而是以华商总会主席的身份来的 白老板身兼述职 好 能者多劳吗 白老板身兼述职 好 能者多劳吗 段大帅过奖了 我也只是希望为上海滩的繁荣稳定 尽一点薄利 以后有了段大帅相信上海滩 无论是金融商业百姓和民生 那肯定会更加繁荣稳定的 做生意呢 我从来不感兴趣 要说带兵打仗 那我在行得很 所以最好别让我看到在华界 有什么让我不高兴的事情 否则的话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没有我段某人做不到的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的 是是 段大帅的威名 我们早就听说过了 谁要是敢在华界闹市 那不等于在太岁图上动土吗 不过话语又说回来 虽然段大帅从来不过问 生意场上的事情 但是段大帅所拥有的那支庞大的军队 还是需要一些财力来支持的 而我现在坐的是华商总会主席的位子 也可以代表全体上海的华商 对段大帅和段大帅的军队 略表一番心意啊 白老板说得是 说得是啊 相信各位今天能够到这里来 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让上海滩继续繁荣稳定 在这方面我们寻补房 会竭尽全力保一方平安的 只是 梅市长 在座的又没有外人 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那我就直说了吧 段大帅 想必马永珍刺杀法国领事皮亚一事 您也已经听说了吧 怎么样 本来呢我是想把这件事尽量压下去 不管怎么说 马永珍毕竟是咱们中国人嘛 到了关键时刻 咱自己人不还是得帮自己人吗 别跟我拐弯抹角的 有什么话跟我直说 是是是 我的意思是 马永珍这次闯的祸太大了 那几个外国领事天天逼着我要人 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 比你要人你就去抓呀 你坐在这儿 皱个眉头有什么用啊 早闻段大帅做事雷厉风行 今日得见 真的不得不佩服啊 对于那些违法犯计的人 我段某人从来不会轻饶 不过马永珍这个案子 发生在租界 照理说应该由租界的人管 我看我们就没有必要插手了吧 段大帅你放心 这种事自然不用劳烦你 有我白某跟寻补房在 料他马永珍插翅也难非呀 到时候我们一定给您一个交代 那我们也算替上海除了一害吧 白老板 我知道 上海滩的帮会 属白家最大 也最有势的 日后我段某人有什么不懂 不明白 还要向白老板求教啊 段大帅这番话可折杀白某了 帮会再打他也是帮会 怎么能跟大帅的军队相提并论呢 强龙还不压地头舌 我段某是初来乍到 不过有一点 我的这支军队跟着我南征北战 是打了不少硬仗的 如果真是让我有什么看不过眼的 发起脾气来的话 那大家可都得受着 不过 白老板 我这话 不是说给你听的 我不过是当着大家的面表个态而已 更何况 我和白老板日后 还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白老板 你说不是吗 那是自然 自然 想起来 不知道我娘她们现在怎么样了 来了 爹 等一下 爹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 我肚子有点饿 我叫了点粥喝 是不是有什么客人呢 客人 没有啊 是什么 我不方便见的客人吧 爹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不相信你自己进来看吗 好了 好了 爹跟你开玩笑 你还当真呢 有你这么跟女儿开玩笑的吗 好吧 小翠 那你先休息吧 我回去了 爹 你这大晚上的 跑来就是看我在干吗吗 我本来是想跟你聊聊 今天白天开会的事 和白赖利梅市长 赵总寻他们 说起这些事我就心烦 算了算了 你明天再说吧 爹 那您早点休息 好 您也早点休息 好 您也早点休息 对 我来说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有什么地方坐得不周到 还请白老板兜兜担待啊 哪里哪里 别说是我了 就算是整个上海滩 谁敢不给大帅面子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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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当初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 就知道她不是一般人 为什么 你想想看呢 在上海滩 有谁敢不把我白小蝶放在眼里 就她总在我面前神气活现的 那你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 觉得我是不是一般人呢 你呀 我摘下纱布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就知道你是个书呆子 对不起 大帅 对不起 对不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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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真是的 白老板 不好意思 我先适配一下 好好好 谢谢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快去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危险啊 不好意思各位 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很抱歉 当时候我会到各位的府上 一一赔罪 不好意思 端小姐 端大帅她没事吧 端小姐 家父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暂时没有大碍 那就好 爹 我 现在寻补房的人在抓她 租家的人也在抓她 你去把她带到大帅府来 而且还藏在你的房间里 你让我 爹 我知道 这件事情是我做得不对 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办法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永珍就这样被他们杀了吧 你先下去吧 我要跟她单独谈谈 不好了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外面有许多兵过来了 什么 兵 段大帅的命名 请各位跟我走一趟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 你说把咱们带到这儿 会不会把咱给毙了 闭上你的臭嘴 不说花会死啊 不是 你说把咱们带到这儿 你说好端端的把咱弄到这儿了 又不见八大哥的影子 谁知道什么意思 别大声喧哗 大娘 段小姐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段小姐 那个 来来 是那个当官把我们带到这儿的 段副官 小姐 这是大帅的意思 段小姐 永珍呢 永珍 永珍他 师父在哪里啊 你不是说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吗 我 段小姐 你到底把马蛋各自 放肆 别动 谁言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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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别动 大家都别动 把枪放下 完了完了 我竟然给他死在这儿了 干什么 爹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当这儿什么地方 容得你们在这儿胡闹 师父 把枪放下 师父 把枪放下 马大哥 兵朕 我没事 好了好了 都把枪放下 现在外面那些养鬼子 还有寻补房的人 也包括白莱莉 正在四处缉拿你们 我想啊 上海滩最安全的地方 也就是我大帅府了 我段天风带兵打仗这么多年 江城分明 也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 谁是我的仇人 我就是走遍天涯 也要把他揪出来 谁是我的恩人 同样 我也一定会尽力报答他 马永贞既然救了我的命 我就一定要报答他 而且不光如此 我要彻查皮亚被杀一事 还马永贞一个清白 也好让你们 以后不用再为此事东躲西藏了 从今天开始 你们大家就住在我大帅府了 好啊 爹 来 尝一尝 芸片糕 这是我亲手做的 这芸片糕我好久没吃了 既然是我女儿亲手做的 那我一定得尝一尝 好啊 怎么样 来 吃这个味道 好吃 就是这个味道 你呀 还真得到你娘的真传了 爹 您要是喜欢吃 以后我就经常给您做 有个女儿在身边就是不一样啊 爹 马永贞的事情让您费心了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谈了 过去说不管 那是过去的事 现在我既然管了 那就要管到底 你爹的脾气 你还不了解啊 我当然了解了 大帅 进来 老翠啊 把这些东西 拿给马永贞他们尝尝 好 大帅 大帅 您找我 抓住的那几个人 有没有查清他们的底细啊 这 全都死了 什么 都是中毒死的 他们肯定知道自己逃不了了 所以 服毒自杀了 肯定有没有 对 对 对 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 什么东西 事情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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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 本来还想有机会 结识一下这个兄弟 结果第一次见面 就都差点要了对方的命 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但我想 以后还是会有机会再见的 你的伤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再希望几天 就应该没事了 应该是罗湛来了 我去看看 确定没有人跟踪你吧 放心 我走小路来的 来 众先生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怎么样 外面有没有什么消息 外面风声很紧 短天风已经全城搜捕 这个地方看来待不下去了 随时都会有危险 我看不如这样 我先把你送离山海 回到南方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如大家一起走 大家一起走 那我们之前的努力 不就白费了吗 是啊 朱先生 我和罗湛继续留在这里 毕竟我们的身份 还没有暴露 可以继续收集情报 监视段天风的动向 那也好 有你们在 以后再来上海 也会方便一些 莫名人 除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会用一个人 那里 在南方去 我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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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当人 我很庆幸有这么一帮 可以同甘共苦 出生入死的兄弟 一起同甘共苦 出生入死 说起来简单 可是马永贞 如果真的到了关键时刻 真的会有人 心甘情愿地为你去赴死吗 大帅的意思是 那好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皮亚被杀的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要保住你马永贞的话 可能就要牺牲你一两位兄弟了 为什么 你知道的 在上海 租界的势力不可小看 法国领事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替你出面没问题 但总得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啊 大帅的意思是 是要我找几个兄弟去顶罪 你说的都是真的 谢民有关的事儿 我会拿来开玩笑吧 马大哥 怎么可能让你们两个去呢 还不就得轮到我油棍 就你 单枪匹马上到领事馆 如入无人之境 最后还要了皮亚的性命 不是 游戒大叔 你这说说去谁信哪 这就叫玉家之罪 何患无辞啊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师父 让我去吧 马大哥 还是让我去吧 货舱就是货物 是我的责任 而且 皮亚被杀 也是因为此事而起 你们谁都别和我争 你们谁都别和我争 逃了 小爷 小华大 你们俩不用争了 你们是马大哥的左膀业 这阵东帮离不开你们 掉脑袋的事 让我游戒去顶吧 大不了十八年之后 我又失掉好害 游戒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 贪生怕死的人 看来 是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但是 要做一条好汉 不用等十八年 现在就可以啊 去吧 我 你们都说完了吗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 我不会让你们 替我去顶罪的 好了 吃饭 我 我就知道 马大哥他不是有人 你认得去呀 你 你 走了 吃饭了 这什么玩意啊 对于贵国领事皮亚先生遇刺 我也深表遗憾 但凶手是否就是马永贞 我个人有所疑问 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 我愿意替马永贞做个宝 你这么做 分明是包庇凶手 只要还没有定罪 说不上是凶手 可这马永贞杀死皮亚的事 证据确凿啊 有什么证据 就凭皮亚夫人一句话吗 段大帅 这事发之前 马永贞确实跟皮亚先生 发生过争执 他可是有杀人的动机呀 没事 长 有杀人动机 并不代表一定就会杀人 如果今天我们两个吵了一架 是不是回头 我一定要把你给杀了 这 赵总绪 单凭皮亚夫人一句话 就可以定罪 那柳橘迟在法庭上的证词 有做何解释 这 那个女人说的话不能信哪 皮亚夫人的话就能信啊 都是上嘴皮碰下嘴皮说出来的 谁知道哪句是真的 哪句是假的 这件事情 不光牵涉到我们法国领事馆 其他国家的领事也非常地关注 那又怎么样 你 你要诚心跟我们租界的领事馆过不去 大家都稍完勿躁 稍完勿躁 多可 上海虽然是有租界 但说到底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无论什么时候 都轮不上你说话呢 好 好 你是不是不把我们几个国家的领事 放在眼里啊 我只是想还大家一个公道 抓住那个真正的凶手 你凭什么抓 老子就凭这个 我 你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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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大帅 大家只是在商量解决的办法 您看您这又是何必呢 好说 就有好商量 不好说就各干各的 我看谁能干过谁 我看谁能干过谁 大帅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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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如这样吧 既然大帅已经决定要管这件事情 我举双手赞成大帅 把真正的凶手抓捕回来 但是杜克先生也是迫于压力 他也需要尽早有个交代 不如我们定个实现 您看怎么样 半个月 我把人交出来 那好 杜克先生 您看这样行吗 要说起来 马永贞还真没得罪过什么人 就是前些日子丢的那批货 闹得方老板和刘老板很不高兴 不过当时都说好了会召驾赔偿的 至于想要马永贞命的人 那就只有白赖利了 你说的那批货怎么回事 方老板跟刘老板的那批货 本来在我们码头的仓库里 结果没等到提货的日期 那批货就 就已经不翼而飞了 那马永贞答应赵假赔偿了吗 是 白赖利怎么说 白赖利因为是华商会主席 所以出面主持公道 要求马永贞在规定期限内 把所有的钱赔给方老板和刘老板 别的倒没有说什么 大帅 因为马永贞这一个人 咱们也犯不上跟所有人为敌吧 尤其是那些洋人 他们现在在上海的势里 也不容忽视啊 我就是要让外面那些洋人们看看 想跟我断天风过不去 大家谁都别想好过 而且我已经答应马永贞了 答应人家的事就要办 大帅 是 以前我只是从你们嘴里知道 马永贞这个人 这几天我们相处下来 我觉得他是条汉子 我很喜欢他 派人到全城的大小仓库 把那些货给我查出来 是 等等 白家的仓库就不用查了 百赖利不会把偷来的东西 放在自己家里的 明白 好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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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爷 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只是开箱子的 这个断天风是非要跟我过不去 是 老大 他这不是跟你一个人过不去 他是跟所有人过不去 跟所有人过不去 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既然他想玩 那咱们就陪他玩玩呗 可是我那批货已经到了他的手里 那又怎么样 他能证明那批货 就是咱们白家抢去的吗 就算能证明 他也一定不会把话挑开了说的 他虽然要帮马永珍 但帮马永珍 不就等于要跟咱们白家翻脸吗 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 那段大帅的脑子一定是出问题了 这个断天风 真是个难对付的家伙 好 好 好 我回转大的 谁打来的 魏使长 说是段大帅请您去一趟 他是 ow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端大帅到现在还没有到 他不是让我们 到这里等他吗 端大帅到 再等等 等等 各位都到齐了 端大帅 今天你约我们到这里来 你自己去迟到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什么意思 我今天约大家来 只有两件事 都是关于马永贞的 现在马永贞身上 背着两件事 一是丢了方老板和刘老板的货 至今没有找到 也没有赔偿 二是刺杀了法国领事皮亚先生 今天我要当着大家的面 把这两件事 给大家一个交代 那段大帅的意思是 方先生 刘先生 你们的货已经找到了 而且是完好无损 是我的手下 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的 当时有几个看护的流氓 被乱枪打死了 至于这批货 是怎么丢失的 现在也无从查证了 方先生 刘先生 对不起你们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大帅给我们找到了这批货 我们是万分感激啊 那赔偿的是 还说什么赔偿的事 这事啊 就这么过去了 改日方某一定登门道谢 登门道谢 一定登门道谢 好 那么这批货的事情 就算是做了个了结了 至于皮亚先生的死 你找到凶手了吗 是的 把人给我带上来 这 段大帅 这就是刺杀皮亚先生的凶手 抓住他的时候 他想咬蛇自尽 幸好给他留了一条命 我就是带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 这人是谁啊 抓他之前 我已经派我的手下查清了他的底细 这个人叫阮征 是个杀手 皮亚夫人 三年前 皮亚先生是不是在哪里做过总督 是 当时 杀手上 处心极虑地要找皮亚复仇 阮征为了脱罪 存心嫁祸于马永珍 真正的凶手 就是这个人 干什么 他 你杜克先生也不放过 死有余辜啊 死有余辜 来人 把他拖出去 是 好啊 真是死有余辜 死有余辜啊 这下好了 真正的罪犯抓到了 而且在继续行凶的时候 被当场击毙 当场击毙啊 现在我也是一定要留在这里 我真的可以把我免费有衝过 我是不赖击多人了 我就把我 Fitness上等了 我不是很小的 我不是太狼了 我活着脑草 你这样去哪里 你不必要放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